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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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在场上注意保护自己 对 好像在这个 场上对方向 对 跳球 防守好球 李渊盈 强攻解决问题 拿网之后的反应还是很快 又是一个高压掉球 林盈 林这两年在联赛 还有国外队的比赛经历之后 在很多处理球方面 都比第一年上代数要好得不少 很多这种想法 总要允许对方去打出好的战术球 但是如果说你去博他第一点 吃快球的话 你就死陪他 就算没有拦到也告诉他我跳你了 也要给对方造成心理上的压力 这后攻 又是李渊盈的后三 关键时刻还是找关键人 对 能下球的 毕竟上20分之后大家都想赢下这一种比赛 而且你看丁霞跟李渊盈的配合也就是 这个球明显是 节奏啊高度打的都非常舒服 对都非常非常的棒 还是有实力啊 对 能力确实非常强 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一传自己没垫好自己就扣死他 是 是 其实蓝王已经到位了 对 好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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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可能再慢一点点 想再发力漏一点点 结果就被拦了 就被拦了 哇 这边就是靠黎盈盈在下一个 最后这几分就是找黎盈盈这一点 看起来有个烤动 预示非常好 至少丁小打二次球 一个篮往间篮回了 还是在一个 不属于他自己篮往的位置上篮的 打击去的能力还是非常强 是 这就是高压掉球 对 所以高节奏不是很好 但是和个人能力弥补 一个是往后传的手势 然后再一个就是发球的时候 很多就是影响在这个复攻跑动的轨迹上 上步的范围里面 让复攻去碰一下这个球 可以影响复攻上步的节奏 对 直接这个战士球 他是没有出现在比赛 但是应该在第二阶段开始 他就要回接到精英队了 进行联赛的这个比赛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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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以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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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一年对他的历练也是非常大的 对 是人家的颜色 没错 也是会分配自己的体能 对 更会打球的应该就能做 哦 好球 防守 好球 下城啊 真心发球 好练了 是吧 他常常更加沉稳 对 而且在有一些球 比如说可能跟复工配的不好的情况下 或者是这种时候 他都能够就是主动站出来说他这球我 就我自己能承担的更多了 对 嗯 这个调整球能力非常强啊 对 感觉他自己下手的那一下就知道这个球 有了 对 你听他喊的那个 好球 好球 哦 林莹能力是真小 小球见 林莹的助跑起跳冲跳也是 助跑去的也是冲跳最后冲跳这一下 能够完全帮他把这个高度揉起来 这个球走 跟着球走 对 这种球特别容易飞 哎 好球 好球 这一局又开始胶着了啊 我感觉跟这个第一局的走势有点像 那又是到了局末 超越无功 就是李莹莹 嗯 你看其实这个时候双方都有点乱 对 非常乱 对 就是看谁能把一个小球上的仔细一点 能有一个 能把这个节奏先稳住 对 然后再组织好良好的进攻 非常爽 对 非常开心 哎 你看这边红队这边也打一个战术跑动 打一个短球 这球也打成了 马上回敬一个啊 是啊 你说咱们这个球迷朋友们是不是也特别希望看到 对 人家看到打肯定是越精彩越好 对 这么精彩 哎呀 好打手出界 这又是一个短球啊 嗯 这到后排了 嗯 这到后排了 零零 这零 哎 哎 哎呦 速攻啊 防守好球 防守有起球了 还是零 哎 还是零零 而且这个反击节奏 你看就打得特别好 对 没有因为是防守反击 所以速度就降下来 这个还是在加速 你看这个后攻后三给的也是弧度很低的 嗯 就是有一个球 但是如果没有上去 那是什么都不愿意 这种比赛 比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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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这样的 也是非常全面吧 在他这个身高 还有兼顾到防守回忆团 这个斜线 真是能力强啊 这一半处理 手感也好 对 其实是一个处理球 是 处理非常刁钻 而且你看 这个就是左手的优势 对 这球都 第二手非常难打是这种球 对 这球更多的还是后三或者是复攻 最后一把还是找到李盈盈 解决问题 5局了 25比22 哇 真的是 可以 怎么说大家期待之中的 5局大战 对 球迷非常非常期待的 应该是达到第5局 第一场就上演了5局大战 所以我们也是有理由可以 这个期待一下明天的那个 黄金的那个最后一局 5分 我刚想说让你预测一下 然后你就说谁赢都有可能 确实这个双方确实都是实力轻骨相当的 非常平均 对 我们上来也是真刀真枪 绕三 先出网了 先出网了 连续后二备阀 又是黎盈盈 对 这个改直线了 好球 黎盈盈确实是两条线能打得非常清楚 对 线路分化得很清楚 对 什么球盖达什么线 还有能力都能打出来 这个选手其实非常难篮 一定要篮房结合 光好篮网是比较难支 这种选手 是 好球 这个大条弓打得好 打一个腰线 打一个腰线 现在和李宁都在前排 对 凯海这个一公还是非常 一床好球 还是给费工 这个球我们看 输了 输了 15比13 第一场的较量 整起蓝队 对 蓝队是较到最后了 最后都是开局落后 到第二局 其他比分都非常的胶着 现在场球还是非常精彩的 特别是在上了20分之后的 这个关键体分上